鲜嫩肥美的烤全羊 外焦里嫩的野尊鱼 再来一点鞍唇蛋当午后点心 这小日子过得直接奔了小康 就这火石 看得我直流口水 所以说这两人绝对是打着野外求生的名号 过来享受生活的 本期猎刃和厨子再次启航 来到了保加利亚南部的罗多米山脉 这一片古老的森林 可以说是欧洲最后的荒野 它们的任务不仅仅是在这里生存 还要利用山区的野生食材 做出世界水准的美味佳肴 这片地区生长着很多的野生食材 绝对是采集者厨子的天堂 野生的药材和蘑菇应有尽有 调皮的野生佩奇以及鹿和山羊 更是泛滥成灾 可以说这里堪比皇家狩猎场 至于能不能吃香喝辣 全凭猎刃的本事 随着两人安全落地 真正的考验就开始了 它们只带了最基本的求生工具 猎刃带了一把弓箭和小刀 而厨子马特只带了鱼衣和大铁锅 猎刃瞧观察了一下环境 陡峭的山壁危险重重 这对于追踪猎物来说 会是非常大的挑战 看来这次想过的舒舒服服并不容易 出来乍到 它们要先找到水源 并且搭建起庇护所 此时它们距离山谷下的水源 还有一段距离 而山坡比较陡峭 乔许和马特只能先找到 一处平坦的地方扎营 然后再做打算 不慌不忙地走了二里地 安家的地方还没找到 天空却飘来一朵乌云 这情况极其不妙 几个小时内很有可能会下起大雨 当下最重要的还是抓紧时间 收集一些生活的材料 收集完两人继续向前进发 沿着斜坡一路向下 可是没走多久 河谷那一边烟雨萌萌开始下起了小雨 两人只能加快速度 务必在下雨前 找到小溪流暗影扎寨 否则一旦被淋湿 会面临着湿温的风险 还好猎人的嗅觉比较灵敏 没走多久就看到了小溪 此时雷声正在逼近 他们争分夺秒地开始搭建庇护所 突然不远处传来了狼嚎的声音 把厨子吓得脸都变了 初来乍到就遇到这种情况 让两人有些错不及防 此时他们整个人都暴露在危险当中 紧张的压迫感迫使他们加快了速度 但不巧的是小雨滴说下就下 乔西让马特躲到帆布下 自己冒着于开始搭建营地 好在这场雨只下了两个小时就停了 厨子决定煮一锅山毛举叶茶暖暖身子 猎人决定去悬崖边瞅一眼 看一看有没有落单的山羊 可是刚下过雨 动物们早已回家避雨了 看来今晚只能饿着肚子过夜了 如果在野外遇到这种植物 千万一定要脚下留情 这是羊肚君 市场上每公斤能卖到400英镑 是一种不可多得的高端食材 也是世界上最昂贵的菌类之一 味道浓厚又不失美味 而另一边猎人也有了发现 山的对面有一群羚羊 光看看就要流口水了 但是要想猎到一只肥羊并非易事 年长的母羚羊会负责放哨 一旦有猎人靠近 就会发出警报 所以要想搞一只肥羊有点难度 猎人距离他们太远 不在弓箭的射程 乔西只能悄悄往山那边靠近 只有在射程之内 他才能保证一件命中目标 为了不经扰到凌羊 猎人脱下外套和鞋子 青装上阵打算悄悄地绕到他们背后 就在乔西准备搭弓射箭时 凌羊还是发现了他 一溜烟就往山下跑去 真的非常可惜 这样的机会真的很难得 厨子马一 厨子的收获颇丰 而猎人也差点就带回来一头羚羊 但只靠一点蘑菇 肯定支撑不了多久 厨子去河边打水时 发现有小鱼的存在 鱼肉是不错的蛋白质来源 也是他们当下需要的 而尊鱼比较笨 只要给他的腹部挠痒痒 他们就会短暂地失去行动能力 猎人让厨子去试试 果不其然 使用猎人胶的方法 厨子马特果然抓到了一只 很快第二只 第三只也信手拈来 今天的晚餐终于有了着落 几条尊鱼加上杨渡君和醋浆草 这些食材足够厨子做一顿大餐了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要简单的烹饪 做一顿足足补充了好几千卡路里 但这些只是开胃菜 能不能吃上真正的大餐 就看猎人的表现了 一大早他就准备出发 还特地叫醒厨子 嘱咐他不出意外 就会享受到帝王般的生活 而厨子认为猎人的自尊心在作祟 昨天的狩猎失败让他也面尽失 你还不能有太大的动静 因为动物的敏锐度比人类强得多 这里到处都是牧草 你也无法判断动物会在哪一片草地出现 只能盲目寻找 能碰到一只 那也是运气爆棚了 饥饿的乔徐只能啃草跟冲击 可关键是等了半天 没有等来猎物却把大鱼给判来了 估计今天也是白费功夫了 大半天 回到营地就做了一顿蘑菇炒鸢纯淡 美滋滋地吃了一个八分饱 而猎人就没那么好运 饿了一天仍然没有收获 他站在山顶观望 不放过每一个角落 就在这时 一头鹿进入了他的视角 这可是一个好机会 为了不惊扰到猎物 乔西必须在下风口慢慢前进 可即便是这样 还是让那头鹿逃走了 鹿的嗅觉是相当灵敏的 要想猎杀一头鹿犹如登天 而除此马特又有意外地发现 野洋葱和百里香都不在少数 不仅如此 还有牛棒跟这种好东西 而猎人乔西这边 等待了差不多整整一天 依旧没有任何收获 眼看天色渐晚 此时也来不及赶回营地 他只能临时找一个地方落脚 在外露营生火是避免不了的 乔许利用两根木头夹住火堆 这样就可以燃烧一整夜而不灭 连续的失败挫败着他的信心 当然他也没有放弃 已经连续两天没补充卡路里了 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途中他再次发现了羚羊的踪影 可惜还是背下跑了 乔西也有些有气无力 现在的他只想回到营地找点东西填肚子 没有乔西在身边 厨子马特觉得很无聊 他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 途中猎人补充了一点水分 正当他在叹气的时候 不远处有一只羚羊正和他深情对视 猎人悄悄移到他的身后 瞅准时机 拉满弓箭射了出去 一击救命中了目标 看到倒下的羚羊 乔西也有些难过 毕竟这么好看的动物有点可惜 但在野外生存实在别无选择 这么久没见猎人回来 厨子心里想 该不会塌掉落悬崖了吧 殊不知猎人正在坐着烤串 吃着美味的烤羊心 从无到有的感觉着实让人兴奋 次日一大早 猎人就背着几十公斤的鹿肉赶回了营地 看到这样的大家伙 厨子也是兴奋的不行 随后两人架上火堆 做了一顿烤全羊 再利用蘑菇 牛棒根野洋葱 跟鹿肉搭配 做了一道营养汤 之前还能品尝到如此美味 乔许和马特也不枉此行了 在荒野中寻求天然食材 做出米其林水准的大餐 是马特和乔许一周的挑战任务 本期猎人和厨子 来到墨西哥的边陲地带的云雾丛林 享受了丰盛的野猪盛宴 不管是野葡萄焖猪肉 还是炭烤猪排 都让人口水之流 外加上一碗玉米沙拉 还有烤西益当夜宵 幸福指数直接拉满 云雾丛林比雨林更茂盛 资源也相对比较丰富 而两人只带了基本的求生工具 在未来的七天内 他们不仅要生存下去 还要过上帝王般的生活 厨子是第一次进入丛林探险 他可以在这里采集一些野果和蔬菜 当然也要留意各种有毒的食材 丛林深处是打猎者的天堂 各种各样的鸟类栖息此处 当然要想在这里过上帝王般的生活 还得把目标放在野外二师兄的身上 野外生存首要任务就是找到水源 而猎人决定在水源附近的平地搭建营地 这样就有机会趁着动物喝水时将它拿下 然而最近的水源在八公里开外 他们还要穿越一片茂密的灌木丛 才能抵达目的地 此时气温已高达30度 途中荆棘满路 时不时还要爬上陡峭的山坡 消耗了不少的体力 体内的水分也在加快流失 没有多少经验的厨子 正在大头的喘口出气 没多久 猎人就发现了野猪的痕迹 这绝对是一个好消息 说明这附近肯定有野猪出没 猎人凭借着丰富的经验 很快就找到了水源 这种流动的小溪水相对来说比较干净 基本上是可以直接生饮 两人也顾不上许多 急忙补充了一些水分 多的不说 少的也不落 当下搭建起营地最为重要 二人开始分工合作 猎人留在原地搭建窝棚 厨子马克则去小溪边碰一下运气 看看能否抓几只螃蟹填一下肚子 有水的地方 它就有生机 没一会功夫就捞到了56只 回来的途中厨子还另有发现 这是墨西哥胡椒树 是不可多得的调料 有一股淡淡的八角味道 搭配着做一顿螃蟹汤 味道会更鲜美 而猎人已经把屋顶搭建好 看到厨子带回来的食物 迫不及待就生活准备做晚餐 猎人则在一旁和螃蟹玩耍了起来 不曾想螃蟹却到处逃窜 在抓捕的过程中 厨子的小刀不小心划到了猎人的手 鲜血瞬间迸发而出 这就是玩火的下场 这里的环境比较潮湿 如果伤口处理不好 就会很容易引发败血症 而厨子马特心里也很过意不去 当下唯一能弥补的 就是做一顿美味的和蟹汤给他补补 厨子的做法是把和蟹全部捣碎 这样可以让螃蟹的每个部位 都能很好地渗入汤中 再加上野外的调料 味道果然不赖 也希望猎人能暂时忘记自己的伤势 一道鲜美的螃蟹汤 给两人注入了一些能量 而今天也只是刚刚开始 次日一大早 两人就被饥饿给叫醒了 昨晚的螃蟹汤显然只是冰山一角 猎人拿起弓箭就出去打猎 他沿着兽群的痕迹一路追踪 不管是树上还是地上 都留下了野猪经过的痕迹 野猪虽然视力和听力不好 但是嗅觉非常灵敏 要想拿下野外二师兄并非一事 途中猎人发现了鸟泪 搭弓救舍了一箭 可惜偏离了足足几十米 这可不像他的风格 看来手上的伤严重影响了他的发挥 加上昨天消耗了许多体力 严重影响了他的准确度 然而第二次依旧没有射中 好在他发现了野外咖啡豆 及时补充了一点能量 这味道像极了李子 而且也能荡成配料 看到猎人空手而归 厨子表示要不要考虑转变一下策略 随后就让猎人教他用弹弓 而马特也表现出惊人的天赋 练习了一两次就能轻松击中目标 很快他就出去实践了 现在也没啥好办法 他们已经饿了一天半不能坐以待毙 刚来到林中厨子就发现了一只小鸟 信心满满的他拉满弹弓就是一发 竟然击中了目标自己都有些意外 没想到自己还具备猎人的天赋 而厨子找了一圈 却没发现小鸟的踪迹 这里的灌木丛太过茂密 确实也不好找 乔西这边一路上发现了野猪留下的痕迹 而猎杀野外二师兄不是那么容易 只能在他们经过的途中 设置圈套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 随后他就布置起了套索陷阱 厨子马特也有了新发现 这是中美洲棕榈树 也可以说是长在棕榈树上的玉米 富含淀粉 多少也能做一顿像样的午餐了 途中马特还发现了一处瀑布 周边肯定也会有不少的野生蔬菜 这种叫卡波特的植物 可以充当蔬菜 中间的筋部不能食用药切掉 走着走着又发现了野生葡萄 这东西富含维生素C 酸酸甜甜的口感真是不错 猎人乔西布置好陷阱后 也在寻找其他猎物 树上又发现了不知名的小鸟 但可惜还是没能成功拿下 他感觉自己有气无力 一点劲都没有 好在厨子带回来了一些蔬菜 他正在小心翼翼地处理着菜叶 野外的植物可能含有一些天然的化学成分 大伙也不要轻易去尝试 马特加入棕榈玉米 做了一顿蔬菜汤 两人刚吃了几口感觉味道还可以 但很快厨子就觉得不太对劲 整个嘴巴就像冒火一样 估计是叶子里的毒素没有清理干净 唯一的一顿饭就这样泡汤了 真的有些糟糕 开局已有三天两人整整饿了两天 一大早起床 厨子感觉提不起精神 乔许利用昨天剩下的野葡萄 煮了一锅酸梅汤 看着像葡萄酒 味道是真的好 两人也开始反思 这几天一顿肉食都没有 这样下去是真的不行 而猎人乔许非常有信心 能够捕获到猎物 设置了一天的套索陷阱 依旧纹丝不动 乔许叹了一口气 挫败感再次笼罩着他 不知道是上天眷顾 还是要开始走运了 一只蜥蜴拦在了路中间 猎人一砖头把他送上了路 今天终于可以开婚了 厨子也是惊喜晚分 而他决定做一道蟹酱烤蜥 味道应该会很nice 这一顿实实在在补充了几百卡路里 蜥蜴的蛋白质是鸡蛋的好几倍 但吃完这一顿 下一顿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想要过上帝王般的生活 还得从长记忆 乔许设置的套索陷阱 依旧没有任何收获 前些天明明看到有很多动物的痕迹 但偏偏就是抓不到 猎人也有些费解 看来想吃上野猪肉 目前的这种方式是行不通的 和厨子一番商量后 他们决定改变策略 途中又发现了动物的排泄物 很新鲜 可能是几分钟前留下的 而这个地方明显有野猪经过的痕迹 乔西决定在这里布置陷阱 随后就砍了不少竹子 两人便开始制作牢笼 这样一个长方体的狩猎笼 只要动物进去就会触发机关 而幼儿则是他们仅有的食物 两只大螃蟹和一些野葡萄 俗话说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 这一次他们是下了血本了 两人还不忘测试了一下 然而为了制作这个牢笼 也耗费了不少体力 野猪是他们最后的希望 他们已经非常饥饿 肚子一直在咕噜咕噜地叫 手脚也出现轻微的颤抖 可以说体力几乎消耗殆尽 临近傍晚 厨子去查探了一下陷阱 牢笼里连苍蝇都没有一只 今晚注定又是挨饿的一夜 别说什么帝王生活 现在他们连生存都成了问题 开局已有六天 两人打算再去检查一下陷阱 毕竟这是他们最后的希望 而这一次没有让他们失望 一只二师兄果真中了圈套 看起来还挺凶猛 野猪的獠牙足足有三厘米长 怎么处理是一个问题 出于人道 乔许一刀刺中二师兄的心脏 以快速的方式结束了他的生命 厨子没见过这种场面 心里还有些发毛 为了做一顿丰盛美味的大餐 厨子决定去找一些配料 这种腌制树上红色的籽 有一种独特的味道 非常适合用来腌制肉类 比较老的肉 厨子希望用小火慢炖 这样肉质会慢慢变得松软 再加入一些野生葡萄 会使得猪肉更加鲜嫩 而肋骨则用烟熏烤制 以及肉则架在竹子上慢慢烘烤 闲置了几天 突然要忙这么多事情 让马特有些手忙脚乱 看着烤的外焦里嫩的野猪肉 哈喇子早已留了一地 当然美味的大餐 也少不了精致的摆盘 这可是厨子马特的强项 苦熬了六天了 厨子和猎人终于享受了 一顿帝王般的盛宴 真的非常不容易 然而荒野生存确实比较难 没点真本事还真是干不来 鲜嫩爽口的野生和虾 加上肉肥之多的蛤蜊 无论是石板烤鱼还是竹筒闷鱼 都深深地刺激着你的味蕾 饭后再来点本地特色的野青果 本期猎人和厨子吃得好 玩得嗨 这次他们来到了家里曼丹岛的红树林沼泽地 这一次他们特地雇了一艘渔船前往目的地 途中巧许环顾了一下四周 环境比预想中要糟糕得多 虽然只带了简单的求生工具 但他们仍然有信心 能够在这里过上帝王般的生活 毕竟这里的资源还是很丰富的 当然也潜藏着未知的危险 比如亿万年没吃过人肉的鳄鱼 时不时也会发起攻击 由于前方水位过低 大船无法继续前行 两人只能换成小船前往 估计世界目组预算有限 梅华多元小船就开始进水了 幸好进水的速度没有那么快 两人只能随便找了一处河边上岸 茂密的植被合教师的温度 让厨子感觉异常的烦闷 好在这里靠近河流 但这里的水源铁钉不能直接饮用 必须要烧开才能灭掉水中的细菌 眼看 猎人则很显然这并没有卵用 很快猎人找到了一棵死树 一脚就踹断了树干 然后将树干慢慢刮出四来 估计还是环境比较潮湿 这一次依旧没有成功点着火 此时温度在30度左右 不能及时补充水分 很有可能会导致脱水 天上的乌云也越来越厚 情况越来越紧迫 掉 猎人还是能够刮出一些纤维丝出来 而这一次没有让他失望 如愿地点着了火队 也就意味着 他们可以喝到煮开的水了 忙顾了大半天 本以为可以补充一点水分 结果厨子刚喝 水位高涨灌入了河道 而如今要想喝到淡水 只能等到退潮才行 开局第一天就遇到这种境地 当下也没啥好招 厨子留在原地等待退潮 然后利用竹子储存一些淡水 猎人巧许则划划着小船出去找吃的 他要保存一些体力 只能在阴凉下慢慢滑动 很快他找到了一些蜗牛 利用蜗牛肉当幼儿 设置了几处掉线 希望明天能够如愿开婚 等到了退潮 两人也如愿喝上了淡水 还储存了一些水资源备用 唯一不好的是 今晚要饿着肚子度过了 第二天一大早猎人就被饿醒了 他准备去查看一下 昨天放置的鱼线 刚走到河边 就发现小船差点被淹没 猎人不自发现 然而等他划船去寻找时 铁锅早已不见踪影 这下有些大意了 猎人也没想到锅还会玩捉蜜藏 而厨子正在寻找一些食材 就是这种野生的南疆 味道纯正还能治疗恶性 绝对是很好的烹饪材料 回到营地 厨子就迫不及待跟猎人分享 但猎人却告诉他 自己把铁锅弄丢了 这也让厨子有些来火 距离挑战结束还有五六天 没有铁锅就不能煮食物 猎人也提议可以用锅盖竹 或者做一顿竹筒闷鱼 也是不错的选择 事到如今也没有他法 用竹子做饭 当地土著人已经用了数千年 而作为米其林大厨的马特 却是第一次 在野外未知的突发事件 随时都会发生 他们也要学会随机应变才是 马特和乔西也没想到 竹子闷鱼味道果真还不错 鱼肉中带有竹子的淡淡清香 是一道不错的美味佳肴 而这一顿仅仅补充了几百卡路 远远不够两人的日常消耗 他们需要更多的肉类食物 而猎人乔许有丰富的打野经验 是一名不错的追踪专家 从踪驴夜上发现的淤泥 他就判断出曾有某种动物从这里经过 大概率是野外佩气留下 然而树林太过茂密 弓箭没办法发挥出它的作用 想想还是设置捕猎陷阱比较合适 随后猎人砍了一些根竹子 打算做一个三角形的陷阱 来了两天只吃了半条鱼 体力消耗过大 差点把乔许泪趴下 而他必须要在天黑之前 设置好陷阱 也只能拼尽全力了 厨子马特这边 也在忙活着做一个考驾 看乔西的架势很有信心捕到猎物 他也要做好准备迎接美食 猎人这一边捕猎陷阱已经打造完毕 两人抬着就起 能不能吃香喝辣的就看他了 而今天也是时候去查看陷阱了 但陷阱虽然被触发 可打招了 而厨子马特却提出了一个建议 既然野猪吃不到 那就去合理捕一些虾 猎人也非常赞同厨子的点子 制作捕虾龙 他可是轻车熟路的 将竹子做成竹牌 然后围成竹篓的形状 进口处放一个倒三角的漏洞 然而尾部还有一个大洞 厨子只能牺牲自己的围巾了 关键时刻他再次挺身而出 而右耳则是他们昨天吃剩下的鱼头 为了避免鱼尔被水冲走 厨子无奈再贡献了一只袜子 现在大功告成 只欠东风了 这两天都在忙或者设置狩猎陷阱 可把两人给累坏了 关键是来了四天 饿了足足三天半 厨子和猎人每人只吃了半条鲶鱼 再搞不到食物可就要玩独子了 还好虾龙带来了好消息 这个头鼻火腿长还要大 猎人急忙跑去生活 地地道道的东南亚风味 再搞东西 这种绿色像橄榄的野果酵面包裹 味道酸酸的像极了南方的酸梅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简单的烹饪 而这一次还是得用上竹筒 先把虾头放入底部 然后放入高粮浆和面包裹 依次放入虾尾 接着再放入几片高粮浆 最后放入几只虾尾垫后 这种烹饪方式还真独特 会让所有虾尾都吸收配料的香气 当然还要往里头灌满水 经过一个小时的烹饪 终于来到了享用环节 打开高粮 虽说他们现在不愁吃喝 但离帝王般的生活还有一段距离 都说人一旦走运老天都挡不住 猎人随手又掉到了一条鲶鱼 接连的胜利让他情绪高涨 乔许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回到一地 厨子有点看不下去 而这一的猎人居然忘记把小船拴好 现在想回到文明社会都成了问题 当下也没啥好招 也只有仙田宝肚子在做打算 得知船只丢失后 猎人也不慌不忙 因为他有应对之策 随后两人来到附近的水域 徒手摸到了很多蛤蜊 最后再把虾龙给提了上来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里面不仅有十来只大和虾 还有一只大螃蟹 这么多的食材足够做一顿丰盛的大餐 而马特早前准备的烤架 就派上了用场 两人分工明确 猎人着手开始打造木筏 厨子则忙着准备大餐 北美帝海鲜直接生烤才是最棒的 两人盘地而坐谈谈人生 歉意地享受着帝王般的生活 在天寒地动的极地荒野 这两人不仅吃上了特色的烤鱼大餐 还有幸品尝到了地方美食树皮粥 关键还能吃上木椅这种小零食 乔许是来自新西兰偏远邻区的捕猎高手 马特是一名英国厨师 喜欢寻觅野味 自他们将前往芬兰北部库萨莫的冰雪荒原 两人出发前还是没有带过多的工具 一弓一锅 乔西还带了钓鱼用的基本工具 马特则带了一个睡袋和一把斧子 他们搭乘摩托车 来到冰冻荒原深处的一个制高点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内 两人将要在这里独自求生 利用这里的可用资源 做出皇室级别的美味 两人商量后 一致决定朝前方山脚下的湖泊前进 那里有湖肯定也有鱼 只要食物能得到保障 他们只能依靠乔许的经验前行 一路走来并没有发现动物的踪迹 积雪越来越厚 走一步陷一步走两步陷其药 马特累的躺在地上不想动弹 乔许觉得这样下去不行 掏出刀砍了几棵树 他打算做双雪靴来穿 木头做的雪靴 能将体重均匀分布在雪地上 虽然这样花费了不少的时间 但从穿上的效果来看却是不错 乔许和马特前进了一段时间 发现了动物的粪便 这说明附近有动物生存 既然动物能在这里生存 乔许认为自己一定也可以 继续往前走 是也变得开阔起来了 乔西的荒野生存经验告诉他 开阔的空地下面 可能藏着一个冰冻的湖泊 马特拿起铲子挖开一看 竟然是一条沼泽 如果不是冬季 两人已经陷进去了 浑浊的沼泽里是不会有余的 如果再找不到吃的合住处 马特很有可能扛不住 乔许鼓励马特 芬兰北部大概有20万个湖泊 就算随便走走 不出半天也能找到 没走多久 乔许突然对马特说 冰冻湖泊的边缘 是搭建营地最理想的地点 这里晚上气温会降至零下30度 这么冷的天气绝对能动死人 两人在天黑前必须搭建好营地 乔许决定将营地搭建在这棵大树下 马特在树底下产出鸡血 地面上再铺满一层厚厚的银山树枝 不但能保温还能隔离湿气 接下来就是生火了 当地的苔藓是充当火融的好材料 乔许一抓一大把 把这星期剩下几天需要的都准备好了 经过长途跋涉 他们流失了很多水分 马特用锅铲了很多血进去 然后直接放在火上烧 马特也是个铁憨憨 竟然问乔许为什么不直接吃血 乔许给了他一个白眼后解释 现在的温度这么低 吃血会让你的核心温度变低 这么做只会适得其反 现在乔许和马特已经拥有了 住宿合伙以及水 目前只剩下食物的问题还没解决 今天由于长途跋涉 消耗的体力过多 他们决定先好好休息一下 明日再做打算 第二天 两人分头行动 一个去丛林寻找这里特有的江国 另一个去凿兵钓鱼 即使在这里 乔许依然有办法找到鱼儿 期间树上有新鲜的巨末 这说明有虫子刚刚钻了进去 果不其然 乔许很快找到了鱼儿 又果不其然往嘴里栽 与此同时 马特正沿着湖边寻找食材 说起本地土著吃什么为生 一般是山梅 盐高兰 月菊 只要能找到一个就不用挨饿 马特先是找到一窝杜松子 当地土著一般拿它制作熏鱼 不过马特现在要找的是山梅 山梅一般秋天成熟 如果冬天下雪时还没被采摘 就会被冻在灌木上 马特小偷一埋大定一掘 在灌木丛里挖了许久 也没能看到山梅的痕迹 看来在下雪之前 这里的山梅已经被摘走了 乔许找了一个木桶 利用刀具做了冰刀 打算在冰面上钻孔钓鱼 到目前为止 他们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 今天能不能吃到鱼 就看乔许的了 马特这边找了很久 也没能找到山梅 他决定换个方案退而求其次 眼前这颗叫欧洲赤松 在这里也是重要的食物来源 一般闹饥荒的时候才会吃 没错 马特已经饿得要吃树皮了 马特表示烘干之后 把它想象成麦片粥 就是不知道乔许会说什么 反正没有铁位的人最好不要尝试 已经有三个小时 如鱼试成群结队的动物 只要有一条上钩 就会有第二条第三条 所以在这里钓鱼 要么大丰收 要么饿肚子 乔许也扛不住了 临走前把鱼线留在那里 说不定隔天来的时候有意外惊喜 回到营地乔许和马特大眼邓小野 马特一脸苦笑地表示 今晚要吃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食物 乔许吃了一口吐了出来 至于味道嘛 不用说你们也猜得出来 一周时间已过半 乔许和马特已经饿了四天 德爷的挨饿得名号明显不饱了 目前为止 两人连生存都成问题 更别说皇室大餐了 只能喝杯松针茶压压惊 乔许表示 自己现在饿得两眼昏花肚子抽筋 但还是坚持来到湖边钓鱼 他发现昨天放的鱼儿不见了 这说明湖里有鱼 他发誓不管用什么方法 一定要抓到鱼 可能是感动了鱼神 没多久就成功钓上了一条 只是个头嘛 有点不尽人意 前面也说过 鲁鱼是成群结队的动物 只要有一条 就会有更多 果然鱼就跟商量好了似的 一条接一条 马特看到满载而归的乔许 第一句话并不是你真棒 而是这鱼真小 在我的餐厅想上桌都难 乔许则表示 你呀得有的吃就不错了 马特用找到的杜松子来提味 加点水放火上烤 现在只需要一小会 就可以享受美味 乔许尝了一口 表示色香味俱全 要是能有个20条就能吃个半饱 没能吃饱的乔许 打算去附近侦查一下 看看有没有其他动物的痕迹 在亚寒带的冬季 乔许清楚很多动物都还没有冬眠 他最有可能得手的动物是荷梨 它们在这个地区很常见 而且不会冬眠 一般来说 荷梨会在巢穴周围建筑防疫装置 乔许现在只要偷摸把它拆了 把荷梨骗出来修复破损的窝 就能一举打下 可从白天等到天黑也不见出来 很明显这荷梨正忙着造孩子 没空搭理乔许 而马特在北岸也没有收获 于是他前往湖的南边 转眼就发现了盐高兰 不但如此 还有月局 旁边还有一大堆露蕊 露蕊试探水化合物的重要来源 突如其来的食物让马特兴奋不已 犹如乞丐捡到了钱 马特在回城的路上 看到很多的木鱼 虽然不喜欢 但还是吃了下去 味道很酸 有点像柠檬 乔许这边迟迟等不来猎物 出门吹的牛现在框框打脸 他找来很多云山树枝 搭建了个零食窝点 他要跟河里死磕到底 马特回到营地 发现火已经熄灭了 没有火的话 夜晚的低温足以致命 但马特只是个厨师 根本没用过打火石 意想不到的是 尝试了一下就成功了 马特觉得自己 有当生存专家的潜力 因为太饿 他打算先填饱肚子 独创了两道菜 一道是烤露蕊 另一道拭目以配盐高兰 味道骂肯定比树皮麦片粥好吃 第五天清晨 被恶险的乔许 还是没能找到河里 他打算放弃返回营地 马特看到他两手空空 并没有嘲笑 而是拿出自己制作的黑暗料理 吃饱喝足之后 乔西表示两人一起去抓河里 胜算应该会比较高 这是不吃河里不罢休的节奏呀 这可坑惨了马特 两人为了抄进路 打算砍倒大树过河 期间马特不慎掉进河里 要知道在低温环境下 人体一旦被水浸湿 身体散热的速度足足快25倍 不出十几分钟就飞去西天取经了 最有效的紧急措施是躺在雪上 用雪把水吸干 然后使劲跺脚走动 此刻马特觉得手脚僵硬呼吸困难 迅速返回营地后 脱掉所有湿衣服直接钻进睡袋 乔西为马特煮了杯爱心热茶 还问马特需不需要一个爱心抱抱 又一次失败 让乔许对着镜头开始口吐疯疯 而马特足足缓了半天才缓了过来 时间来到第六天 乔许看到天鹅口水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不死心的他们 再次来到之前的掉点 本来并不抱多大期望 结果鱼线上还真有老大的一条白斑狗鱼 芬兰的狗鱼肉质鲜美紧实 是当地人最喜欢的鱼类之一 马特说既然抓到了本地鱼 就用本地人的做法来烹饪 即传统木板烧烤 乔许找来了很多香气浓郁的化木板做烤架 马特先是将杜松子合约局 放入锅里熬成果酱 再用临时找来的刷子 均匀地刷在鱼肉上面 然后放在木板上 最后加点杜松子放在火上烤就行了 静等半个小时 鱼肉肉香浓郁 搭配自制果酱 香甜可口 简直媲美人间美味 总的来说算是吃上了 皇室级别的美食了 虽然也遭遇危险 但也算是患难见真情 那么问题来了 视频中马特掉进冰河里急救措施 除了雪地上打滚 还有什么方法帮他度过危机 欢迎各位大佬评论区留言 你绝对没见过这么舒服的荒野求生 嫩煮野生浣熊肉 甜掉牙的拔丝相果 香喷喷的烤鱼肉 外加水煮龙舌兰 还吃上了野生的火鸡肉 说实话 与其说他们是野外求生 我更愿意相信他们是来野吹的 这是一档两人组成的求生节目 乔许是以善于利用野生食材 烹饪出最美味的美食 现在猎人与厨子搭档 在最恶劣的荒野环境中生存七天 来证明自己的实力 这次的挑战地点是墨西哥的青铜峡谷 这里的地势险恶 但资源丰富 想要在这里生存也并非难事 但是乔许和马克只带了简单的求生工具 没有水 也没有食物 甚至连路营的设备都没有 这对他们来说将是一场未知的挑战 前往 至于能不能吃香喝辣的 还得看猎人的技术 到达目的地下车后 想想要在这鬼地方待上七天 厨子马克已经开始冒冷汗 乔许确底气十足 声称在路上他已经看到两只火鸡 晚上一定能吃上火鸡肉 就这样 两人愉快地开始了冒险之旅 在后走到下午 两人还没发现水源的踪迹 要想下去 还得穿越茂密的森林 以及陡峭的悬崖才能到达河边 眼瞅着太阳公公要打卡下班了 看情况 今晚试下不去了 而这时 厨子发现了山腰间有一滩水洼 两人走近一看 水中有很多小虫在游泳 但看上去也不算很脏 罚水之前他们找到了一处露营地 背靠岩石能够挡住大风 再生一堆火临时的庇护所就搞定了 看着天色上早 两人决定搞点食物填肚子 地上发现了山路的脚印 还有一只松鼠在岩石上乱崩 可惜猎人没有猎过松鼠 并没有太多信心 马特虽然没有打猎的经验 但他是食材采集专家 这种龙舌兰富含碳水化合物 内部的心是可以吃的 看情况要大一点才能够两人的量 而这一株就刚刚好 白色的部分都是可以食用的 但是一定要煮熟 才能将里面的化学物质给分解掉 要不然会导致中毒 乔许迫不及待尝了一口 除了苦涩还是苦涩 没过多久 猎人就开始出现了不适 该不会是中毒了吧 看来今晚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 夜里温度骤降 虽说生了一堆火 厨子的脸部也被冻僵了 一个激动的夜晚总算熬了过去 单脚下是主猎区 资源相对比较丰富 而乔许脑袋晕晨的 实在没法继续前进 厨子马特特意找来一把松针 决定煮一锅松针茶 希望补充点营养 让猎人恢复恢复 至于味道如何 猎人尝了一口表示还不错 要想更好的生存 还得走到谷底 可路途有些远 加上两人一天一夜 没有补充卡路里 体力早已透支 出发之前 他们要想办法搞点食物 喝完松针茶 乔许的状态恢复了一些 他带上弓箭药去打点野味 目标就是这里的松鼠 能不能如愿还不知道 而厨子马特也没闲着 这里经常有松鼠出没 橡果肯定也不少 马特也经常用橡果做菜肴 这玩意烤熟了 味道很香 还能提供大量的热量 猎人没有猎到松鼠失望而归 现在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橡果上 当下也没啥好招 能够填饱肚子就已经不错 吃的刚好携带了 三种基本的调味料 盐巴 糖和醋 马特决定做一道拔丝橡果 晚上吃一点 明天还能带着路上吃 真是一举两得 乔许迫不及待就尝了一口 味道果真不错 两人久违的笑容再次挂在了脸上 这一次厨子总算没有翻车 深夜里 他们只能利用干草堆当棉被 才能安稳地睡一个好觉 一大早 厨子就把猎人喊起来 再利用昨天剩下的橡果 做了一顿黑咖啡 味道确实还不赖 吃饱喝足 收拾好行囊 俩人就出了发 花了半天的时间终于来到了山谷 在这里他们有更多的选择 猎人自带的钓鱼线就派上了用场 他开始制作钓鱼杆 希望能钓一些鱼补充营养 随后在石头缝中捕到一只蝎子 这可是不错的诱饵 但是钓了一会发现不行 钓鱼杆太软有些不给力 明明知道这河里有鱼 却拿它没办法 着实让人有些着急 这种情况下 猎人只能拿出第二套方案 厨子马特也有他的想法 毕竟打猎不是他的长处 所以他要去周边逛一逛 看看有没有可用的食材 没走多久 厨子就有了发现 这是一株墨西哥辣椒 是不可多得的调料 而猎人这边抛了无数次鱼线后 终于有了收获 虽然不是很大 但补充个几百卡路里不是问题 有了第一条鱼 第二条 第三条自然而然就有了 看着猎人带回来食物 厨子也来了兴致 今晚怎么也得好好大吃一顿 趁着厨子再处理食材 乔西又去河边检查鱼线 没曾想还有意外收获 厨子把鱼肉切开放上火堆烤熟 作为鼎鼎大名的米其林厨师 烹饪几条小鱼仔 那都是小事 在淋上特制的酱汁 一道鲜美的烤鱼大餐 就大功告成了 猎人品尝了一下 味道果真不错 这也是他们目前吃的最好的一顿 很快他们就适应了这里的环境 开始享受这里的生活 因为有了稳定 这种简单的套索陷阱 他信手就念来 找到动物经常出没的地方 妥当放置 这样捕获到的几率就会大很多 开局已有五天 今天开始下起了阵雨 躺在地上的两人有点不想动 刚好可以省一顿午饭 带到乌云散去 是时候去 这是一只浣熊 个头还不小 猎人也是第一次捕到这种动物 吃肉肉的梦想终于可以实现了 拿回营地 他还得意地调戏了一下厨子 猎人处理好浣熊的皮毛和内脏 把他挂在树上 这是新西兰毛利人的风俗 要感恩他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厨子马特决定小火慢炖 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 撒入一点墨西哥辣椒即可 趁着肉在锅中焖煮 厨子决定去河里泡个冷泉仙 现在生活慢慢开始好转 是时候去享受一番了 可当乔许回来时 发现锅上开始冒浓烟 打开锅盖一看 发现里面的肉都已经烧焦了 想到自己辛苦捕获的食物 就这么糟蹋了 猎人心里非常生气 等厨子泡完澡回来 得知肉被烧焦后 他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当中 就算是米其林大厨 面对烧焦的食物 也是无力回天 不过把烧焦的部分切除 里面的肉还是可以吃一点 看到马特有点闷闷不乐 乔许决定再出去寻找猎物 没多久 他就发现了目标 慢慢凑了上去 拉满弓箭直接射了出去 一箭就命中了目标 这是一只肥美的火鸡 吃上大餐还是迟早的事 有了前车之剑 这一次厨子换了一种烹饪方式 先挖一个大土坑 把烧热的石头放入进去 然后再放上食物 再用龙舌兰包裹好 最后把土坑给密封住 等待十个小时 就可以享受美味大餐了 第二天一大早 等不及的两人 小心地把火鸡肉给提了出来 从颜色上来判断 煮得刚刚好 看着都非常有食欲 临走之前还能品尝到如此美味 乔许和马特也不枉死刑了 这是猎刃和厨子吃的最豪华的一次 虾黄满满的奥龙 石巾重的赤公 满地的寄居蟹 还有水汁饱满的大椰子 这是本季最后一期节目 导演组要给他们一个大大的惊喜 刚登岛迎接他们的救世巨额 还有遍地的垃圾 两人坐在地上咒骂导演是骗子 说好的是沙滩美女海岛度假村 结果却是荒无人烟的孤岛 为了度假他们穿的是沙滩短裤 乔许还专门带来了潜水装备 现在却两眼一抹黑卫生剂发愁 本期挑战地点 安排在马来西亚的普拉提瓜岛 接下来的七天 他们不仅要在这里生存 还要利用天然的食材 做出不同反响的美味佳肴 这里的资源比较丰富 棕榈植物和野果不在少数 海底的缩鱼和大熬虾应有尽有 吃香喝辣的还得看猎人的本事 荒野求生首要任务就是找到淡水资源 而在荒岛只能往内陆的方向探索 茂密的丛林布满了小刺刺 厨子一不小心就遭了罪 很快猎人发现了一片蟹湖 看上去有些脏兮兮的 水中海前藏着不知名的鳄鱼 取水时可得注意安全 而猎人尝了一口水是真的咸 根本没办法饮用 估计这里是因为海水倒灌而行 开局有些不太顺利 两人只能继续向前探索 如果找不到水源 那么这七天的假期就要提前结束了 他们沿着河床一路寻找 可找了很久依旧没有看到水源 气温越来越闷热 厨子开始有些头疼 身体开始呈现无力感 这可是脱水的前兆 非常危险 而这种树藤把它切断 里面多少都会有一些水分 在野外可以及时救人以命 然而要想长期生存下去 还得找到可持续饮用的淡水 又走了不到一里地 厨子发现了一滩水蛙 看着就有些上头 但当下也没啥好招 虽说有些脏 但煮个三五分钟还是可以喝的 随后二人在海滩边 简单地搭了个秋千 补充了一点水分就开始寻找食物 猎人在沙滩上捡了不少的寄居蟹 这可是不错的鱼儿 他决定放长线钓大鱼 但是锤钓了好久也没有钓到东西 只收获了一堆海草 眼看太阳要打卡下班 猎人只能把鱼线放在这里也钓 希望明天能有收获 两人饿着肚子度过了一夜 一大早猎人就打算去潜水试试 能不能寻找到食物 对于这项刺激的运动 乔许非常的喜欢 而厨子在海边发现了不少的垃圾 似乎也有可能用得上 随后他进入丛林寻找食材 他是这方面的专家 要想找到食材 就得在阳光充足的地方 可走了半天却没有丝毫发现 猎人这边潜水好几个小时了 同样没有任何收获 水下能见度只有半米 根本就看不清楚小鱼儿在哪里 猎人只能先上岸再做打算 他们每天需要摄入1000卡路里的热量 才不会导致身体消耗肌肉来维持 然而来了一天 饿了一天半 厨子和猎人接下来 会有什么策略吗 厨子看着这个椰子陷入了沉思 这岛上明明没有椰子树 何来的椰子呢 唯一能够解释通的 就是从其他岛屿飘过来的 厨子也不管3728了 先打包几个回去再说 一个椰子 至少能提供1500卡左右的热量 是不可多得的食物来源 厨子回到营地甚是兴奋 因为可以解决一顿饱饭 但猎人却愁眉苦脸 因为他信心满满的潜入海底 却什么都没有情况有些不乐观 本以为这里是天堂岛 结果俩人饿了一天的肚子 椰子只能临时应急一下 使用过量也会导致腹泻 他们还得想其他办法 获取食物才行 海滩上的寄居蟹倒也不少 厨子想到了一个点子 利用眼前的椰子 做一顿椰子蟹包也不错 但寄居蟹个头不算大 也不知道能有多少肉 很快俩人就捡了半箩筐 差不多也够吃了 厨子开始清理寄居蟹 猎人在旁边做起了叶酱 用他的话来说 这就是森林的乳汁 也是东南亚比较受欢迎的食材 厨子决定把叶酱和寄居蟹一块煮 本以为可以享受一顿美味大餐 结果猎人刚吃了一口 就直接吐了出来 原来寄居蟹是师傅的动物 专门挑腐烂鱼类来吃 甚至还吃动物粪便 他的肠道必须要清理干净才行 然而厨子并没有将它们清理干净 看来晚上又是饿肚子的一天 开局已有三天 至今找不到食物 猎人开始考虑其他出路 他默默看向另一座岛屿 觉得可以去那边碰一下运气 按照他的经验判断 那一片湿蓝色的海域显然有暗礁 经常有鱼类出没 说不准还能捕获到龙虾 想要到达对面的岛屿 就要搭建一架木筏 两人开始分头寻找制作竹筏的材料 玩好的竹子和塑料瓶都是不错的材料 光竹子就收集了十几二十个 忙活了四个小时 基本架构初步成型 为了预防鲨鱼偷袭 他们还利用鱼网做了一个平台 保守起见对角再固定两根竹子 木筏就大功告成了 但此时天色已晚 并非出海的黄道吉日 次日一大早 两人吃了几块椰子肉 就乘坐木筏 踏上了寻找美食的道路 看似没多远 但是在海上滑行还是相当吃力 用了将近一天的时间 他们才如愿抵达了那座岛屿 刚上岛的那一刻 厨子直接原地崩溃 这里可以一眼望到头 连最基本的淡水资源都没有 更别说其他的 看来不适合暗影扎寨 但他们也不能空手而归 猎人很快就行动了起来 利用笔直的竹竿做了一把鱼枪 这是一片沙粥 淤泥较少 水也很清澈 各种鱼类也会更多 猎人把目标对准了石斑鱼 这种鱼类比较常见 似乎也更好抓一点 巧许看准时机 鱼枪冲刺了过去 终于捞到了一条石斑鱼 而厨子也没有闲着 他正在海边寻找可用的食材 很快他就发现了绿鱼子 也叫做海葡萄 富含铁元素 营养比较丰富 仅靠这个他们就能够生存下去 吃到嘴里有种爆开的感觉 跟鱼子酱没太大区别 很多人花大价钱 只为品尝一下滋味 而猎人这边已经有一条鱼在手 他打算去石头下看看有没有蛤蜊 作为经验丰富的潜水者 乔许能够在水中憋气三分钟 而这一次格力没有找到 却意外发现了一只大龙虾 这也算是大丰收了 看着北美地龙虾 厨子的眼珠子瞪个老大 看来这一次没有白来 剩下的就交给米其林大厨了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简单的烹饪 这只自带虾卵的大龙虾 确实是好东西 只需把壳朝下放置 然后等待5到10分钟即可 当打开锅盖的一瞬间 香气四溢 色香味俱全 口感更是非常的赞 来了四天 两人终于吃上了一顿像样的大餐 由于这里没有淡水资源 厨子和猎人只能将就一晚 明天一早就得返回原来的营地 途中乔许利用绳子固定好竹筏 然后又潜水去淘海货 而厨子自己也开始在海上垂掉 可没过一会儿 他发现固定在石头上的绳子脱掉 竹筏正在自由漂流 看不到猎人 厨子开始有些紧张 大声地呼喊起来 过了许久终于看到了不远处的人影 这一次没有收获 两人只能返回营地 可回到这里 仍然要面临饥荒的问题 吃完一顿大餐回来 看着椰子和气巨蟹就有点反胃 看来只能另想他罢了 厨子在去水时发现了一片棕榈树 棕榈芯是可以直接食用 味道就像坚果 而乔许掐指一算 今晚是满月 鱼类会随长潮跳到水坑里 运气好的或许能捞到一些大家伙 他们趁着夜色在海滩边一番寻找 厨子发现了一条红鱼 抓捕它时必须要小心 因为它的尾巴是带刺的 而且有剧毒 对海鲜过敏地碰一下 就可能隔屁了 回到营地 厨子为了让红鱼更加的美味 特意去寻找了一些配搭的食材 夜奶和椰浆会使鱼汤更加鲜美 临走前 两人也吃上了一顿像样的美味 也不枉此行了 最后我提一杯 厨子猎忍神组合 荒野求生半年多 途径天南和海北 只为心中小快乐 本期视频已更完 想看啥来爱特我 告辞 认准求所老字号 关注求生100年 感谢您的关注 我们下期接着说